Roblox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,允许孩子们创建3D世界和游戏。 平台核心是其仿真引擎,展示一个类似乐高的虚拟世界。 Roblox鼓励用户自主创造,互相学习交流, 每个人既可以是游戏的玩家,也可是游戏的创造者。 截至2020年,Roblox拥有3100万日活用户, 1.5亿越活用户,分布在全球180个国家, 其中超过一半用户不到13岁。 如今,Roblox上活跃着700万游戏开发者, 他们创造了平台上大约1800万个小游戏。 目前,Roblox公司估值已经超过450亿美元, 这一时期CEO建联和创始人大卫巴斯祖基的身家超过了40亿美元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